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 乌克兰海关署副署长亚历山大舒茨基 舒尔表示 该国正以军事援助的名义 大量进口号车 报道称 自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为迅速缓解军队车辆不足的情况 乌克兰取消了汽车进口关税 俄罗斯卫星社援引舒茨基 在乌克兰电视节目中的说法称 这实际上正在变得流行 我可以说 自从通过领关税法以来 截止到昨天 乌克兰已经进口了 大约8万辆自用的汽车 他还表示 其中30%的进口汽车是高档汽车 售价在2万欧元以上 并且近来高档汽车 在进口中的占比有增加的趋势 俄卫星社称 据舒茨基介绍 五方进口的这些汽车 在边境造成了数公里的交通堵塞 并对军事物资 人道主义原住和燃料的运输供应 造成不良影响 还加剧了乌克兰的燃料危机 豪车大量进口也引发了乌克兰民众不满 俄卫星社14日曾报道 利沃夫以市民拍摄相关视频 并发布至网络 视频显示 再有价格昂贵车辆的卡车 停留在利沃夫海关 视频最后有市民请求 俄方轰炸这个海关 究竟是谁 在海关